孩子仅有的机会 爷爷奶奶光为生活都忙不过来 这些老师们很快意识到 他们要扮演的是多元角色 我是你们白天的妈妈 那么亲子共读也好 亲子一起游戏也好 我想这些是山村教师 他可以替代的 2.5亿农民工离向背景 成为大陆经济飞速成长的重要引擎 留守而缺失的童年 再也无法公布的自我认同感 却成为最最难解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大陆贫富差距的问题 也非常的严重 我们刚才看到的留守而现象 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 不过大家可以想象 普遍来说都是发展迟缓的 这些孩子们 他们在比较贫困的环境当中长大 当他们长大之后 有翻身的机会跟可能吗 中国自己的官方报告也说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 已经是逼近到了社会容忍性了 根据盖若普的调查 中国财富不均恶化的情形 2%的超级富豪 是作用高达5分之3的财富 我们进步的想要请新老师 带我们来关心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贫富差距问题 在这几年也是备受关注 而且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它严重的呈现 到底是因为富人太富 还是穷人太穷 那么更甚至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 看到这些留守的现象 它代表的就是这些代际的阶级的固化 就接下来的世代来说 这些比较贫穷阶级的穷人 他们要来翻身的话 是不是难如登天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的问题 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一个通案式的 事实上根据国外的学者 他早就提出一个估值难的曲线 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所的分配是会恶化的 台湾之所以会被列为这个经济奇迹 就是因为我们反其道 所以这个东西各国的经济发展 刚开始都会有同样的情形 而且会有城乡的差距 但是中国大陆有一个特殊性 是它的财富的分配的恶化 很多不是因为透过自己的经济力量 而是透过政商的关系等等之类的 这反而是造成问题更加的严重 那再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实在是太大了 那些乡村地方偏乡地区 确实它没有这样的资源 不过我相信如果中国大陆 目前他们在做就是把沿海地区的 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 一直要往内陆去复制 如果这个能够成功的话 我觉得这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但是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东西像马老师以前有在讲过 中国大陆这个政策有点像走钢索 都走得成很好 万一走失败了就很惨 所以走钢索就是当我把沿海地区的 这些产商往内陆赶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配合你往内陆 它可能就撤走了 那撤走的话那这样的话变成是 你内陆没有发展起来 你的沿海地区也发展不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一个问题所在 所以他们想往这方面去走 那就看事实的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子 所以刚才新老师特别讲到 中国特色的权贵财富 在这一次国际吊哈尔基尔联盟 所公布出来两岸三地富豪 潜藏海外的资料当中 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习近平吃评价包子的形象 现在可是深植大陆民众的心 清明的作风让老百姓感觉 习主席是跟他们站在同一条船上的 但总部设在美国华府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倒是披露了这个消息 这段话指的是习近平的姐夫 英国卫报就指出 还有温家宝的儿子和女婿 也被发现在英属维尔金群岛注册公司 他们涉嫌利用海外避税或移转资金 当时温家宝正担任大陆国务院总理 不止习近平和温家宝的亲戚 还有其他太子党成员也榜上有名 但是这份调查曝光后 大陆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 紧急删除各大网站报道 就连微博 微信也被禁止搜索相关话题 事实上这一次国际性的调查记者联盟 所公布出来两岸三地 潜藏海外的人资料曝光 在中国大陆部分被关注的 其实就是这些权贵之家 包含了岛上有名的习近平的姐夫 温家宝的儿子还有女婿等等 这些人都在特别被关注的名单之列 那么进一步小杨青老师 带我们来看到在中国的问题 其实中国有很多的权贵之家 有很多的富豪 他们最后是选择移民的方式 高达百分之六四 人民日报它是说 希望能够仿仿美国 刻一个叫做移民税 最少是六十万美金来起跳 而这样子的移民 甚至有调查说 中国富人藏在海外的资产 大概最少是六千五百八十亿美金 对于中国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种警讯 是连人带钱的都要往外跑 这背后透露出些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个所得分配不平均 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像美国它是资本主义 发达到极致市场进行的剥削 所以让资本跟技术的保有者 它分到最大一块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是一个连续的 就是它从最有钱的到最穷 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面 所以它不会说中间发生一个断层 让很多人穷到 这个没有寸土之地 有些人就有钱到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用 而中国大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权贵资本主义 它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透过特权来累积的 所以其中包括就是权贵人士 他自己就把很多的特权的行业就垄断在手里 另外就是他用特权去收揽 去拉拢其他的财团 所以大陆如果已经沦入一个只有特权 才能创造财富的这个环境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连续面 它就是有一个凸起的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里面全部都是权贵或者特权 而其他就是平地 就一平如洗 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一种所得分配不平均的状态 所以你就看到了那个基尼系数 已经到了已经快破表的程度了 世界上各个国家很少见到这样不平均的状态 而这个状态事实上 为什么导致大量的这些富豪 把财富把它隐藏在海外 其实有一个原因可能大家都知道 权贵它获得财富的这个手段 只有一个手段就是贪污了 因为你凡是以权换钱就是贪污嘛 所以它其实这些钱都是污来的 不是自己污就是跟别人勾结在一起来污钱 这种污来的钱是最可怕的 因为只要有一天东窗事发 不要说钱也没了 连人头都废掉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趁着他这个命还在 就先把钱或者他的妻子或者儿女 就全部都送到外国去 将来如果一天出事了 他人头落地就罢了 至少他们家人还可以进享荣华富贵 所以大陆这种财富的这个外移 他说这个富豪64% 都把钱移到海外去 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一个事实 而且我也相信 他们移往海外的钱 都不是透过正规的管道出去的 它都是透过一些 你看不见的 你不知道管道进到海外这些地方去 所以这个情况代表就是他们可能真正相信习近平是要打贪腐 习近平的姐夫也是榜状有名 这可能在后续还会有些讨论 有问题我相信习近平自己都没有料到 因为他要去这个我们说证人之前要先证习 结果他自己的姐夫居然做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的这个暴跳如蕾了 但要看他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看到今天真的是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 都有自己国家内部不同的结构性因素 但全球都面临到同样的难题 真的需要全球一起来吸手解决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